这场零关税的强烈冲击 本土落农最担心的莫过于是 国产鲜乳敌不过价格债 被迫为了求生存 只能跟进大降价 造成建价伤农 而眼前除了争取国人支持来抢救 想要扩大消费市场有解放吗 事实上台湾的鲜乳版图 早就悄悄掀起了一波白色革命 不凭低价走的是精致化路线 而近年流行所谓的小农鲜乳 快速崛起 背后推手就是她 受医师弓箭家阿嘎 那么就在她深入牧场看见时 赫然发现原有的产销架构之下 洛农不仅跟大型乳品厂 溢价是非常弱势 而且长久以来 齐头式的混合跟牧场深入 加工的模式 也很难让有心要提高品质洛农 继续花心思 花成本来努力 而经过变革之后的小农鲜乳 直接就把产地或牧场当作品牌 跳过了乳品厂自产自销 过去五年的冲刺 业绩大幅成长2.5倍 而这巨大的转变缘起 还跟205年顶星列游 时安风暴有关 当时阿嘎募资创业 那么开出高于市价 向配合的牧场收购深入 自行加勾 主打的就是单一牧场 鲜乳力推我出品 我负责 这样的模式 深受消费者欢迎 如今脑筋动得快了她 又把目光转向品奶推动了 希望喝鲜奶 如同品酒品名跟喝咖啡一样 做出鲜乳风味轮 也提升消费者的食农任职 小农鲜乳近十年 如雨后春笋 品牌伶俐 像在彰化 在台乃 以及在花莲 不同产地 因应它的气候不同 那其实每一家农场 提供这些牛居的 这个饲料也不同 品味起来呢 就会有不同的风味 超市架上 牧场鲜乳品项 远远超过传统大厂 全联佳乐福等传统卖场 路易莎连锁咖啡 纷纷推出小农鲜乳专区 究竟有什么魅力 像我们鲜奶部分的话 以小农来说 我们是有这个桥头的鲜奶 还有我们这个木蒸的鲜奶 那接下来还有我们这个 进口的纽西兰鲜奶 那桥头它对于我的感受是 喝进去的时候 奶的味道会先出来 那接下来我们的茶味才会出来 那以我们的木蒸来说 喝进去的时候 它是比较清甜滑顺的口感 要衬托茶香 业者只用小农鲜奶 不同牧场就有不同风味 当鲜乳变成配角的茶饮时 则用进口鲜乳 换句话说 国产鲜乳的优势正是在地风味 因为其实就是小农对于台湾来说的话 已经在这几年慢慢打开市场了 它是单一木厂过来到我们的店内 对所以说它的品质的部分就是没有经过调和的 就很单纯的鲜原的味道 这是我们想要的 小农鲜乳贩指以牧场或产地为品牌的牛奶 虽然单价较高 但近年迅速崛起 农委会资料2016年 全台小农鲜乳供应量约9000吨 直到2021年已经达到2.3万吨 增幅2.5倍 现象级的成长背后 一大工程可是一名兽医 我们是固定例行会每个礼拜 过来这边帮牛做健康检查 那同时如果这些牛 是有配种的 我们就去检查说 这个牛有没有怀孕 就类似帮他做个怀孕检查 配种52丁 好 其实这跟人区医院做产检很像 差不多意思 有有胎 有一个白白的 一颗在中间 那个就是一只小牛 有怀孕 对有怀孕 后面黑黑黑就是它的羊水 牛只的缠件画面有些冲击 为了维持子宫干净 得将超音波探头从肛门深入职场 检查正下方的子宫 3D作业是兽医师的日常 肮脏困难又违宪 这个不小心被牛踩到 还不是开玩笑的 移动来移动去有时候就会不小心被踩到 他一只脚的重量可能就250公斤了 嗨嗨嗨嗨嗨 拱建家大家叫他阿嘎 是34岁的兽医 同时也是鲜乳品牌的创办人 他跟特定落农合作 推动单一牧场的鲜奶 其实我一开始就做兽医的时候 认识很多农民 然后每天工作完 我就会在可能在他们家里面 泡个茶聊个天 甚至吃个饭 那才慢慢发现说 其实他们过去的这种产销模式 存在一些限制 或是存在一些不合理性 他们过去的收购模式 都是这种混合式收购的 那我觉得对牧场来说很可惜 他没办法把他们自己的产品 可以来做一个具有差异化 具有特色性的一个繁售 说来可能令人惊讶 许多落农养人一辈子 不知道自己家的鲜奶是什么味道 传统的乳液产销链 由味泉统一光泉等大乳瓶场 在溢价优势的情况下 跟落农收购生乳并混合在一起 经过调和加工杀菌再充填包装 落农充几量只是一瓶鲜奶的供应商之一 这种集体收购 然后共同生产的模式 对于这种饲养好或不好的落农 就是在里面其实是没有差异的 就是它最后就是做一个标准化 所以你养得非常顶尖的 老实讲你最后也是混合到一般等级的里面的时候 你自己对于为什么要做这么好 会心里有个怀疑 或者说好像就会慢慢觉得 我不需要做到这个程度了 比如说我多花10块钱的成本 可是我可能只获得品质加价可能5块钱 那代表他少赚5块钱 风乐牧场的黄长征 是第一位跟拱建家合作的落农 他用叫昂贵的饲料养牛 阿嘎的公司在以高于市价的价格收购 单独加工上架 准吃鲜乳由单一牧场生产 他们相信这样的模式才可能提高牛奶品质 这一区就是A2的 然后就是我们就是采集它的毛发 去送去美国检验 然后现在台湾也有检验技术了 这是全台第一批透过精英技术培育的A2乳牛 科学家发现 乳牛有一种精英型分为A1跟A2 其中A2牛秘乳的β落蛋白更贴近人类母乳 降低刺激肠胃拉肚子风险 要生产这样子的鲜乳 在传统的产销店中几乎不可能 其实说消费者喝别家的牛奶 他肚子会不舒服 喝我们的骨会不舒服 这个存在价值就很高了 阿嘎跟黄长征跳脱传统卤品厂的制约 被视为乳业先锋 虽然过去也有其他牧场自产自销 但他们的影响力更大 或许该说是时事造英雄 顶星正义油品连三出包 民众发起抵制行动 为全产品通通say no 以前还蛮常喝林凤银 我们喝了十几年 对 我很怕它有加东西 对 最近看了之后大家都不喝 差很多以前那个林凤银都是用抢的 现在都很少了 2014年顶星爆发猎油事件 旗下卫权公司被抵制 落农受波及 困境中需要求变 加上民众的食安意识提升 成为拱建家创业契机 那时候大家对于食品很恐惧 然后有主动的意愿 想要更多了解食物背后发生的事情 所以那时候我们想要做模式 就是说鼓励有一些真的想要追求卓越 或者说想要在不管是动物福利 牧场环境 牛奶品质 追求更好的这些农民 他们有一个系统可以支持他们 大家好 我是阿嘎 先入坊从一个人到现在有个团队 有许多人默默在后面给我们支持 我们很小 但是我们想做的事情很大 现在我想邀请你一起加入我们 2015年阿嘎透过集资平台募了600万 成立先入品牌 几个热血青年一起干 他们以高于市价收购生乳 主打单一牧场无成分调和 结果大获成功 现在已经有6个合作牧场 年移收突破6亿 台湾有500多户嘛 那先入坊不过就是6户 我觉得我们不太可能真的让所有的农民都改变 但是我觉得它是一个种子吧 就是一种改变的可能性 就是说如果仙乳坊 我们走一条特殊的路我们可行了 那也让农民知道说 其实不是只有一种选择 继仙乳坊之后 其他牧场可能会开始跟进 所谓小农仙乳一一上架 台农仙乳场是受贿者之一 他们接到的代工量大增 近5年产能翻了5倍多 他那时候一开始 他一次来做 他才做大概一顿到两顿的奶而已 经过这六七年来的成长 他现在几乎一天可以做到三十几顿四十顿的奶 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叫进化 可是他会把市场做区隔 他并不是以工厂做品牌为唯一的依据 他还可以有牧场 不一样的牧场或是不一样的区域来做分割 所以我们特别会在牛汁的饰养方面 营养方面会去着重追求 然后你什么给牛 他反映出来的品质就是不一样 就是你推出来其实东西都是要接受消费者的检验 反而是别人回归回来的评价 对我我觉得我是最在意的 这个就是好像是 这个这一块鲜奶是你的小孩 因为你出产了 这一场改变有人称之为乳业的白色革命 虽然是赚钱了 但阿嘎将公司定位为社会企业 他也继续留在第一线 那你不会想到说这兽医的工作就放下 不会耶 因为兽医本来就是一开始想做的事情嘛 阿也是我喜欢做的事情嘛 如果没有继续做了 诶好像鲜乳房 那个一开始存在意义又会不太一样 兽医是喜欢的事业 鲜乳公司则是置业 他还有想改变的事 我们也发现小农这个词 后来也开始被滥用了 我觉得就会有太多人会搭着这样的一个红利 来去发展有点鱼木混珠的这种做法 他是两头牛叫小农 还是20头还是200头 小这个词到底重要吗 还是其实好才是比较重要的 所以我们后来发现小农这个词其实 没办法很好地去阐述我们所认为的 不管是地方创生的精神 动物福利的精神 让牛奶品质可以做得更好的精神 我们喝牛奶 这个风热它的特色就是它有 燕麦片跟一点 甜燕麦草的味道 然后有烤坚果的风味 阿嘎近年推动的是品奶 如同品酒品名和咖啡一样 做出鲜乳的风味轮 提升消费者的食农认知 辨别什么才叫好农鲜乳 就是说红酒不是有那种玫瑰图 就是说它的风味落甜在哪边 然后就是包含它的坚果钓 就跟牛吃的还有牛的环境 跟牛的育种的这个系统都有关系 有人说那个放佛经会有茶 放佛经可能真的有茶 哈哈哈哈 放佛经很别的 阿嘎最初的梦想是住在农村 每天为动物看诊 争议感使然 当他跟着洛农们一起越走越远 国战先入未来挑战只会越来越多 这场白色革命还在继续 其实应该说我们期待是让生产者被看见 然后我们是希望在为这个土地付出流汗的这些农民的价值 是被大家理解的 一样用他们很专业的农业饲养的一个技术 可以继续供应给台湾这土地上的人 非常顶尖优质的农产品 而且这个品质对照国外是更良好的 更有竞争力的 然后大家可以很放心 觉得台湾农业让我们感到很骄傲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